耶 清書林找到了快樂 哎唷 聽著聽著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點傷心的感覺 耶 真的 因為其實這一首歌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一首歌其實 我覺得那種感情 很深厚的一個感覺 對 其實這首歌 我覺得它歌詞給人的畫面 畫面感很強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就是 在形容就是一段感情 就是結束之後 其實你覺得你應該要祝福對話 可是當它真的找到了快樂 你看到的時候還是 莫名其妙心裡也非常的痠 真的會耶 為什麼 是我沒有辦法給他 對 為什麼不是我 為什麼不是我 OK 所以真的有時候在聽這個 想唱唱歌 都會覺得非常的有畫面 透過你的歌聲 那剛剛也說其實 我覺得像專員 真的可以聽到你很多 不同的聲音調 像是有比較中低音這樣比較感情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而且我們今天準備很多海報 你說等一下第三首歌要大放送 是嗎 好啊 那大家準備接收 接收 對 然後都可以拿海報上來進入 當然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做 就支持一下我們的專輯 對 旁邊就有賣我CC 100分的朋友 對 到時候有很多好聽的歌 今天唱的歌通通都有收錄在專輯當中 不過其實這幾年來 從台灣唱到美國 唱到日本再唱回台灣 今天唱到台中來 發行新專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好不好 我覺得感覺就是 對 非常開心也非常感動 因為總算有一張就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專輯 對 都是自己 其實這也參與就是創作 我覺得因為歌手每次在詮釋一首歌曲的時候 都會有自己的見解 所以我覺得我唱出來的感覺 其實就是真的是小唱名曲的東西 然後希望不管在開心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我都像大家100分的朋友一樣 就是隨時在你身旁 就唱這歌分享給大家 給大家度過這一段時間 真的 那現在要聽到就是專輯當中的投名的曲 這首歌聽了 也會讓大家覺得心情是很激昂的 很恐慨的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一直一路走到今天 我有很多100分的朋友支持 然後我覺得 真的要非常感謝這些朋友 就是在台下的朋友 然後還有很多唱片公司 還有基金公司 很多貴人 所以這我們就要獻給大家 100分的朋友 是吧 就是要送給現場所有的 100分的朋友 對 因為有你們才有我 可以站在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再次歡迎小朋友的音樂曲 謝謝